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6日 今天这个节目来谈谈美国之音 刚才看到一个消息非常有趣 说是美国之音的台长,副台长已经辞职了 也就是美国之音呢,现在可以讲变天了 换了新的领导人 我认为这一天来的太晚了 早就应该这样做人事调整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之音现在 根据我的观察,的确存在着什么呢? 存在着中共对美国之音的渗透着问题 意识形态对美国之音的影响太大了 造成美国之音现在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 在某些方面是为中共涂脂抹粉 在批评这个中共这个专制集权统治方面 长期以来美国之音变调 所以说遭到了这个流亡海外的好多的 中国的这个民运人士的这个批评啊 完全是正当的 只是现在这个处分我认为啊 这个由于这个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以这样讲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啊 中共现在在海外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意识形态的宣传啊 这个力度是相当大的 其中也是安插了这个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当中 也是安插了很多的人员啊 这方面我倒觉得美国应该 弄力啊 想办法 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啊 对美国之音 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一些媒体进行这个调整啊 这才是上策 因为什么呢 美国之音在中国这个影响力 那是无与伦比的 今天看到这个胡锡进发表了一些文章啊 讲到什么说美国之音在国内啊 这个影响力的问题啊 他提出的这个影响力啊 这个是他用了一个词啊 我认为是完全是这个无忌之谈 胡锡进这个胡锡进讲的 说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基本上失去了 完全是胡说八道啊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四例 美国之音的听众呢 在中国很大一部分是 是监狱里面的囚徒啊 有人感到奇怪说 监狱里面怎么会有 就短波收音机啊 你们恰恰是说错了 监狱里面的这个短波收音机 可以这样讲吗 哪一个监狱都有 甚至有的监狱都是公开 这个摆在这个桌面上啊 囚徒们这个工作生产自娱啊 晚上睡觉之前那都插个人机子 一个寝室里面好几个人都在偷听美国之音 或者自由压入电台啊 因为什么你想中国这个监狱啊 他是各个省市都有监狱管理局啊 监狱管理局管理监狱里面那些警察呀 现在都严重的商品化了 也就是腐败啊 造成了什么 这个如果说那些囚徒们给那些警察呀 包括监狱那些领导干部啊 就个人一些好处啊 这个换回来的这个条件啊 这其中包括什么 短波收音机啊 短波收音机都有全波段的啊 还有部分波段的 有的这个灵敏度高一些 有的低一些 由于中共有干扰台啊 这个对城市里面那些干扰比较厉 但是呢监狱一般来讲都位于那个 这个市郊啊 所以说听起来啊 虽然有干扰 但是这个干扰这个程度啊 矫虽这个市中心要轻得多啊 再加上这个囚徒们晚上没有什么事情啊 那收听这个这个低台呀 能知道海外很多消息啊 所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啊 甚至和那些监狱警察搞好关系之后 他们都反正手机呀 都给这个囚徒们使用了 所以这个腐败这个问题呀 是这个司法不公平的啊 但是也使监狱里面有 会产生一些啊 这个一些 这个现在外籍人们想难以想象的事 就是说呢 这个收听美国资金的这个 这个这个受众啊 这个群体啊 这个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啊 很大一些都不 就是遍布在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监狱里面 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啊 本人呢曾经 这个在复兴期间 那就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就伴随着什么 这个短播收音机啊 呵呵 所以那个时候收听的这个外台啊 那就时间比现在多多了 现在可以收听 但是时间有限了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事可做 那每天消磨四切 除了劳动自语啊 就是看这个收听这个 这个短播收音机啊 只有这种无线电播啊 这个围墙不能阻断 所以外界的信息可以源源不断的 这个流到这个监狱当中啊 那时候对美国资金呢 这个在收听的时候 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这个向往啊 非常觉得非常的神秘 也想象说有一天一旦 有机会就去美国资金做客的话 这个会怎么样 那后来本人 这个2009年啊 这个移居加拿大之后啊 后来的近几年呢 才有时间啊 去这个美国啊 这个华盛顿啊 这个曾经 这个主动打电话给美国资金 中文部的这个一些 这个工作人员啊 没想到他们就非常的热情 那一次本人去参观 还见到了这个 中文部主任贡小夏等啊 这个李肃啊 等很多这个 这个美国资金的编辑记者 他们都给我留下了 这个非常好的印象 他们的专业这个水平都非常高啊 对人就非常的热情啊 但是呢 你不能回避 就是美国资金的确存在的 一些工作人员啊 由于种种原因啊 这个 在这个工作当中是对中共这种批评啊 就采取过于温和 甚至包容啊 这个 这一些一些问题啊 那么在这里 我准备第一次啊 这个透露一个 这个消息啊 我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富有全部的责任啊 也就是在这个2006年 我从这个监狱获释之后呢 可能大约是在07年或08年的样子吧 这个就去这个辽定省沈阳啊 去会见 这个我的一些同学吧 这些同学呢 有一个人就跟我当时讲一件事儿 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啊 因为刚好有一个 这个很早 这个毕业的 这个同学啊 他就分配在这个美国之音工作啊 我就不讲他就要说名字了啊 这实在是不好意思 那么这位同学啊 曾经在香港 这个驻地担任过一段时间 记者 那么据我的这个同学啊 跟我讲 他说呢 这个他们 他曾经和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工作人员啊 谈到我 谈到我 这个案件啊 没想到啊 那个同学竟然 竟然说 说你千万 这个江月平是敏感人物的 你千万 和他叫我要小心啊 等等他讲那些话 当时 我在同学聚会当中 听到这个事情 感到非常的 这个惊讶啊 作为美国之音的 这个贬籍 记者 这个有的时候还在那主持节目 你不应当 这个 如此的评价我这个案子 因为我这案子不管怎么样 毕竟是一个因言获罪的案件 从这个老同学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 还是从这个普世价值的角度来讲啊 你美国之音的这个从业人员应该是站在我这一边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保持沉默也行 不应当和老同学讲这个这种话 这使我非常感到就是说差异 也感到挺难过啊 当然这多年来 我这第一次透露 所以每当我在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视频上看到这位老同学 我就感到不舒服啊 他不应该这样做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据同学们反映是因为 这个每次他回到这个中国啊 我就不要讲了什么地方 他在这个 这个原来居住的这个地区啊 这个国宝的人员就要找他探话 我不相信呢 就是说他本人是什么送从身份啊 或者是什么特殊身份 我不相信他会有这个身份 但是我相信那国宝国安肯定对他进行了这个这个软刃监视 可能对他也有些这个压力啊 精神上也有些压力 因为他的父母都在国内嘛 所以美国之音有很多的人员呢 他的家人亲友在国内生活 难免受到什么呢 这种专制政权的一个高压通知啊 这不仅仅是人和人自己的问题啊 还是一个这个社会的这个制度问题啊 因为中共他这个政权呢 他的领导人不是通过这个一人一票合法途径产生的 他在上级任命的 官员生怕自己丢了五三毛啊 所以说特别在意什么呢 在意别人的评价 那至于美国之音的评价呢 那就更厉害了啊 美国之音的在中国的这个影响力 那是越来越大 特别是现在中共搞这个 一党执政还不够 又搞多人个人独裁 习近平这个团队 2012年上任以来啊 那更是这个向左的旋转啊 左的倒退啊 这个招致了这个海外娱乐的批评啊 其中包括美国之音的批评在内啊 虽然美国之音的批评 由于总统原因刚刚讲到嘛 这个可以这样讲 不理想就是说这个过于的温和啊 在某些方面甚至纵容啊 这个的确是一个大的问题啊 那么它产生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美国之音聘用的人员 大部分是国内啊 留学这个出去的啊 这个一些人 那么他们逢年过节 或者探亲访友都要返回北京 返回国内啊 那么肯定要接触这个一些 国内的啊 这个 这个公安系统的啊 一些人以来的 那么这些人肯定是一方面 可能要收买 金钱收买啊 物质人引用 另一方面高雅 同志啊 这个恐吓威胁啊 这个甚至采取一些更为就是 难以想象 难以接触的手段 这也说不定啊 就如同我这位老同学一样 我们之前没有什么 个人的姻缘啊 那么 他之所以就是说 对我这个 比较戒备啊 和这个有关系啊 他担心像接触我这种人 多了之后 这个 回到 顾向可能受到 有关方面的警告啊 这也是 也在这个 预料当中啊 这说不定什么 说不定中共对美国自己 是非常在乎的 所以为什么后来发生了 这个 郭文贵这个 断波门的事件 还有这个 龚小夏啊 李肃啊 这个东方啊 等等人 这个被这个 辞退的问题 都和这个有关系啊 只不过是什么 美国资金到现在为此 他的上级主管部门 没有调查清楚 二一年 因为在美国 司法是独立的 要调查 要有证据啊 相当麻烦啊 所以说 这个 这一次这个台长啊 这个任职四年啊 根据网络消息 那么这个人现在 他在2016年 这个上任 担任台长的 是在奥巴马 政府那个期间任命的 那时候中国和美国 关系比较好嘛 那么现在的情况 就戒然不同了啊 那么辞职 也是一些好事 辞职可以让新人 这个接替啊 新上任的人 我相信 一定对中共这个 集权统治的 就宣传的 就口径力度啊 过去肯定是大不相同啊 那么根据网络上 今天我查阅的消息啊 就是这个 原先这个 美国之一的台长啊 给大家看一下呢 也是一位就是 出力巴翠的一个 这个专业 这个媒体人士啊 据说以前曾经长期的啊 在这个美国的媒体工作过啊 在这个 费城问询报啊 当编辑 彭博新闻社任执行编辑啊 后来在这个 华尔街日报 这个任职期间 还获得了美国普利斯 普利策奖啊 这都了不得了 也是成功人士啊 那么 但是现在 他这个 这个辞职这个事情啊 在这个海外啊 这个舆论场啊 特别是在这个 流往到海外的一批 一个音乐人士当中 那是激起了一片 欢呼声 今天我看到 这个 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在国内多次坐牢的 非常坚强的啊 反攻的战士 这个 这个 一个这个 张林先生 搞一个视频节目的 也报道和评论了 美国之一 坏人这件事情啊 他感到很欢喜 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啊 我觉得呢 这个 这个 似乎欲似的 从此以后 美国自己 这个 他的内容和形式 都会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当然 美国人员的从业人员 这一方 还是应该稳定下来啊 应当是 这个 多时鼓励他们 因为 你应当这样的考虑问题 就是说 这些人员 这个 选择啊 这个来源聘用 国内 这个留学出来的一些人 那肯定有些人 经常要回国探亲啊 这倒不一定说是 这个 对任何人都身份的进行怀疑啊 我认为还是他们的生活环境问题啊 就没有办法 回去之后 可能父母 亲友 也都受到了有关方面这个 这个震慑啊 一些这个啊 一些这个警告 所以不得不 这个 这个自律啊 这可能也是有原因啊 如何解决 可能对于新 这个任命的 台长来讲 就是一个富有挑战的 这样一个 一个任务了 根据 网上的披露 这一次 这个班农说 啊 有可能担任 新的美国之一的台长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这个情况可能会变得有戏剧性了 现在不太清楚 到底 这个最后 这个新的台长 会是 哪一位啊 但是毫无疑问 美国之音 他作为拥有47种语言 这样对人宣传啊 这么一个机构啊 那他本身是美国纳税人 这个 这个 付费来 这个啊 来支持 他肯定要宣传西方的民主法治这个理念啊 这个原则是 是不能变的 这一点是还是我们的这个期待啊 相信美国之音会 这个办得越来越好啊 也 也啊 这个 单约美国之一的工作人员 都能够稳定下来啊 特别是 在这个郭文贵这段波门事件当中 遭到了整肃的 贡小夏 东方 啊 李肃 这个 杨晨 啊 等等这些优秀的 这些新闻从业人员 能够重新返回 美国之一啊 对这一点本身是 抱有乐观的期待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